在揉好的麵糰裡 包進頂級翠綠三星蔥 餅坪裡滿滿蔥料準備下鍋 三星蔥餅慢慢油煎 等到變成酥脆金黃色 一刀切開就能開動 熱騰騰三星蔥餅每到宜蘭 一定要來上一塊 不過現在市場蔥價漲個不停 民眾想吃到美味三星蔥料理 恐怕得多付點錢 來到市場 一公斤的蔥飆到220元 就算是批發價 也要一公斤180元 往年三星蔥在冬天 價格平均才50元到70元 今年卻將近翻了三倍 菜商估計到了春節 恐怕會飆到200元 這個狀態暖暖暖暖的 怎麼有錢 沒人煮冬天沒人要煮 像煮好的人不怕旁邊要洗 今年因為是暖冬 冬至氣溫來到30度 前幾個月又受到颱風影響 三星蔥產量僅僅是 往年的四分之一 出貨量少了220公噸 馬上就要過年了 蔥價飆漲 蔥農趁勢賣個好價錢 婆婆媽媽們只考多淘點荷包 建林醫生 憲林藍報導